好,這個題目呢它其實就在考斜拋 那斜拋呢它希望到達這個頂點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它的Y坐標上去多少 32變成36 所以Y坐標位移叫做4 那S坐標前進多少 S坐標前進32 OK,好,那這個就根據最基本的法則叫獨立性 那獨立性呢就是你把這個速度分成水平千值 來,那它說仰角是37嘛 所以呢,這個初速不知道多少 但是仰角是37 好,你把這個速度你把它拆掉 你把它分成千值速度 千值速度呢是5分之3倍的V0 那你把它分到水平速度 這個水平速度呢是5分之4倍的V0 OK,好,接下來獨立性 水平等速度運動 水平等速度就是5分之4倍的V0 再乘上T 好,所有的重力加速G都在牽制嘛 水平等速度 那牽制方向牽制上拋 那牽制上拋我們就可以怎麼寫 來,V0T 牽制方向V0T 然後呢,再加2分之1 AT平方 這個A,我們再負10 來,這個感覺好像很麻煩 但是呢,你把它劃解一下就好了 來,我們來看一下 其中這個4跟32的約掉 這裡是8 對不對 然後你看一下喔 這個5分之1V0T 跟這邊的5分之1V0T可以幹嘛? 可以帶路消去 好,那這一坨是8 那8乘上3 這一坨是24 對不對 好,這一坨24 這個是4 前過來20 好,這一坨再搬過去 我們就可以得到 我們就可以得到 來,這個是-5T平方 搬到另外一邊 5T平方 這24,這4 消掉20 再消掉,這個是4 那T平方等於4 T等於2 OK 所以本理答案呢 就是2秒鐘 好,答案就是1 就可以了